吱吱吱 悉雨雨 又黑又浓的長髮 與琦瑩的劉海 洋娃娃般的臉蛋 與玲瓏有緻的身材 她是演藝圈永遠的娃娃 她是潘銀子 生於蘇州 出到香港走红台湾 可爱是大家对潘因子的印象 从少世十二钦差 到电视台当家花旦 浪漫与现实并存在柔顺的外表下 藏有坚毅不拔的个性 外界更对潘因子不老的容颜 十分好奇 潘因子说美就是健康 美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不老的不是容颜 不老的是他的心 小燕姐 妳都没变 我真的变了很多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一位 她真的没变 她是有一点点变 真的是越变越漂亮 你知道吗 以前我看她的时候觉得她只是 就是两个眼睛大大了 就这样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她的身材也变好了 眼睛也变成智慧了 然后奇怪 女人有的时候反而越来越美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大家都会想要知道 今天我真是太荣幸了 就可以请她来到我节目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她 憑良心讲 这次比上次 来 我们一位来讲欢迎潘因子 raj可以穿横条的 透明的 我的媽呀 我今天早上不敢吃東西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得兩三年不能吃東西 妳看我們這個 妳還只是一樣 我 我上次見妳的時候一樣 妳上次見我的時候一樣 那妳是 真棒 也很棒 妳也很棒 再來一個爆發 再來一個爆發 我先鼓勵一下 鼓勵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我們女人就是應該要 打扮得好好看 對不對 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其實年齡不是問題 心境是問題 真的 對不對 來...走... 人家說女人啊 有一半的時間是因為煩惱而老 對 對 這個完全對 但我也覺得你不可能不煩惱啊 我也煩惱 但是我有方法去減壓做運動 我必須要... 好 我代表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檢視一下拍影子 就是這美麗的品衣膚 我覺得這還是跟天生有點關係 對不對 對 就差不多是這樣說 對 家裡保養也要緊 媽媽...媽媽也皮膚應該還不錯 對不對 我爸爸媽媽皮膚很好 我爸爸小時候啊 人家叫到楊娃娃 楊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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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啊 妳也雪白 粉嫩 對 人家說一白啊 這三朝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流行 曬成古蟲色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耶 但是妳天生就是白白的啊 我有去曬過 但是我曬不黑 所以呢 我選了一種太陽油是 曬一分鐘等於五分鐘那一種 那一種 是啊 而且是中午十二點 他在那兒像煎魚一樣 煎魚一樣在背後 對 我跟你說 他的皮膚非常的細緻 而且他的身上 沒有多一塊肉 你知道嗎 該有的有 該沒有的都沒有 本來有多一塊 但是為了上妳的節目 我餓了一頓 我應該餓要... 需要餓好多頓了 其實讓我回說一下 很多人可能都記不得了 潘營子最早的十四歲的時候 就是邵氏的十二金差對不對 是啊 我跟你講 現在講出來的名字 你們沒有幾個人會認得 胡燕妮 你認得嗎 沒有 你看 這張照片你們認得誰 哪個是我 好 你看哪一個是誰 哪一個是我 就是那個啊 在胡燕妮後面認得 好 這後面這一位是誰啊 就是妳旁邊的這一位 站後排的 中間奮賤的呀 趙欣妍 趙欣妍 她很早就嫁人就退出了 我是嫁不出去 所以還在這個圈子裡 對 其實妳結婚也算滿早的耶 對...她比我還早 她比妳還早 那個時候都是... 一進來就... 那是流行早婚 對 那個年代 現在女孩子大概都是20歲 就要結婚了 對啊... 現在女性都很自信 獨立 前一陣子 妳突然鬧了一個新聞 把我們嚇壞了 把我也嚇壞了 把我周圍朋友都嚇壞了 把我的粉絲嚇得去 廟禮拜拜哭啊 然後一晚上不睡覺 把我父母也嚇得 我媽媽 我跟他解釋了 我媽媽到現在心裡還有陰影 還是低估對不對 每天打電話來說妳好不好啊 身體好不好啊 妳到底怎麼樣啊什麼 妳到底在哪裡啊 我在美國 在加拿大玩 我也不曉得怎麼會有這個 我連感冒都沒有 而且最近半年嘛 我連牙醫都沒看過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 不過網路上 當然常常會有這個新聞 但是最重要的是因為 妳不常讓我們見到 比如說妳回來 我翻翻資料 2007年妳回來金鐘獎之後 妳有一... 2009年又回來 也回來一次以外 妳就...妳說拜拜啦 台灣的觀眾朋友 下次再見 這個人就不見了 我就不曉得妳在哪裡了 我在香港啊 很近啊 而且現在有網絡嘛 通通Email啊什麼 常常聊天跟朋友 跟台灣的朋友 真好看耶 她 我就看了潘瑩粉紅 好好看喔 謝謝喔 我喜歡粉紅色 對 我記得妳每次都穿粉紅的 對啊 我應該叫潘瑩粉紅 潘瑩粉紅 因為以前大概都叫她娃娃 小時候是叫我洋娃娃 洋娃娃 後來把羊繩了 就叫娃娃娃娃 但是呢 娃娃一直拍的戲 還不都是娃娃的喔 不是的 對不對 不是 還有老年的 還有... 一大女皇有兇漢的 對不對 鳳凰啦 其實 我記得最後一個戲 其實很有意思是 1992年拍的大玉兒 到2012年又在拍大玉兒 對... 是不是 不過那時候的大玉兒從小延起 現在的大玉兒是從老延起 太皇太后了 一開始就太皇太后了 這張照片 這是大玉兒 大玉兒在蒙古的時候 92年的大玉兒嘛 對... 就說妳現在拍的嘛 就假裝現在拍的 有什麼不一樣啊 假裝現在拍的 對 這沒什麼不一樣啊 太有意思了 這個是現在拍的 這是現在拍的嗎 對啊 新的大玉兒 那天是戲頭使我生日大壽 那這是演老的還是演年輕的啊 老的 本來說 他們說從50歲開始演 結果我去了呢 定妝一定妝 黑頭髮我覺得太年輕 沒有那個威風 我自動要求跟我家裡畫白頭髮 他們全部下巴掉地下 你要加白頭髮 可是是啊 這樣比較像 結果有一... 一開始就有一點點花白了 可是這個帽子一戴上去 就看不見了 就看不見了 那個帽子差不多 又十斤重 重的 上面全部是真材實料的 全部是縫啊什麼 都是金... 這樣好 你就不用做太多的動作 這也是現在的 現在的大玉兒 這一定是妳老早拍的 留著的 這是現在的 看起來就是太黃太厚 在宮裡發怒了 發怒了喔 不高興了 不高興 她因此的不扰容顏 讓外國人也著迷 外國人搞不清楚我們年齡耶 她問我妳幾歲 我說 給妳三個機會猜猜 她居然說給我看看妳脖子 我說妳看啊 看脖子是會看出年齡的 但妳的脖子 我的媽耶 妳的保養 她連脖子都可以保養喔 她說23 我說 第一次來台灣發展的時候 是1981年 我記得那時候妳還來拍 張艾佳麗部什麼東西啊 拍了...那個時候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進電視圈了 那時候還沒進電視圈對不對 對 在拍電影 張艾佳她弄了一部十一個女人 十一個女人對不對 我演其中一個女人 對 我覺得那個時候好像慢慢 妳就對台灣有點熟悉了 開始台灣的觀眾朋友 也覺得這個潘因子 好像很會演戲喔 慢慢...妳就開始 我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我跟艾佳很熟 她就說我找潘因子來演戲 那時候我們在化妝間 老師看妳的節目 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們化妝間等著要拍的時候 化妝間都在播妳的節目 對 那個時候 我們都是那個年代長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 一定...你知道 現在大家都覺得這個... 這個漂亮一定有什麼幫忙 但是我覺得 真的 妳跟我幾年前看的 沒有兩樣 妳跟我在前面看的 也沒有兩樣 所以妳一定是... 動靈了 對 其實喔 真的很簡單 妳生活健康 早睡早起 吃得健康 做運動 等一下 妳說吃得健康 早睡早起 公園裡的阿嬤都是這樣咧 那阿嬤阿嬤... 所以她們臉色都很好 No...阿嬤看起來 皮膚沒有這麼好 阿嬤可能沒做運動啊 阿嬤一邊每天早上都在那裡這樣 那不夠劇烈 不夠劇烈 沒有 皮膚也不好 因為說好像曬太陽啊什麼 都沒有像妳這樣 皮膚是真的要保養 譬如說每天上街 一定...不能忘記塗防曬油 因為說太陽使皮膚 紫外線粗糙啊 整黑斑啊 所以一定要塗 才能上街 晚上睡覺一定要... 一定要洗乾乾淨淨 不能偷懶 多累 多困 我一定要洗得乾乾淨淨 就算閉著眼睛洗也洗得乾乾淨淨 然後才睡覺 妳一定有一個 什麼樣比較跟別人 特殊的個性 讓妳可以 因為有的人 妳看他其實沒有... 年紀沒有大 但是他的動作就老了 他的表情就老了 妳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 對 但是妳沒有啊 我覺得心靜吧 個性吧 也是 都一個人嗎 對啊... 一個人是會要... 我有朋友 有家人 男男女女 有朋友 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 因為有的人講女人會年輕 是因為一直有愛情 所以他就這樣看了 對啊 我都急死了 沒有愛情滋潤 我大概要凋謝了 所以我一直有 沒有耶 我是不是快凋謝了 你還快凋謝 我們早就餵掉了 這些人都很年輕的 是 看上去也年輕啊 他很年輕的 你看演戲的時候 他們才國中生 你看他們 對啊 有好多粉絲說 看我戲的時候驗大班 是不是 現在看起來 應該說妳 臉需不需要動一動啊 是不是啊 這怎麼回事呢 其實心靜真的很要緊 對 我覺得妳一定有一個方法 在這麼多年 我發現妳有幾次的 比如說九幾年 拍完大育兒 九二年 妳幾乎有 差不多十年就沒拍了 後來再回來拍寶斗里長啊 後來又淡出了 那最近才又拍個戲 所以這當中的時間 做生意會讓人家年輕嗎 我沒有怎麼太做生意 如果做得成功 就會很傷腦筋對不對 所以我就沒什麼做 不過後來呢 因為我覺得就算淡出也不能 什麼也不做 一定要做 所以每天我都很忙很忙 有自己去研究 我想每個人說我保養好嘛 我要去研究怎麼樣 使到皮膚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 結果我真的去研究保養皮膚 我想做保養品去研究 在美國住的時候 每天上電腦十八個鐘頭 美國人 外國人 搞不清楚我們年齡耶 她後面妳到夜店去的問題 對 她問我... 她問我妳幾歲 我說 給妳三個機會 猜猜 她居然說給我看看妳脖子 我說她拿 她說23 我說Something like that 對 你知道女人的脖子 是露出這個 她還會看脖子 對 看脖子 看脖子是會看出年齡的 但妳的脖子 我都媽耶 妳的保養 連脖子都可以保養喔 沒怎麼保養耶 其實 就圖圖 漂亮啊 所以妳說妳23歲 外國人真的相信啊 我就說差不多了 她真的以為是 這外國人看不懂的 她看不懂我們啊 太棒 我覺得人真啊 就是要這樣 這樣才開心 對啊... 好樂喔... 很樂喔 對不對 今天呢 其實 你回來我一直想到說 有一個人啊 平常他也不會來上節目 但是我覺得這個男人 他是一個男人 我認得嗎 妳認得 帥嗎 帥嗎 看妳的表情 帥好像在她的身上 不能夠產生任何作用 誠懇 這個男人呢 跟我們兩個都有關係 他說我們兩個人 是影響他在電視界工作的 兩個女人 真的...真的嗎 真的 我從來沒聽過人家這樣說我 妳也沒有聽過人家這樣說的 我們要等他自己聽聽 他其實從來不上節目 但是呢 因為今天 我一直在這兒他也不來上 那今天是聽說妳來了 他昨天去買了一套新西裝 真的啊 他上個月去... 那我的臉好大 對 為了要見我 為了要見妳 誰啊 等不及要看 不及要看他 不過說起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妳在... 在台拍了很多戲 但是妳跟目前的演員比較不熟 妳都跟幕後的工作人員也很熟 對 我們都玩在一起 收工啊 去吃宵夜啊 嘻嘻哈 嘻嘻哈... 那現在我們來 來歡迎這一位 跟我們兩個人都有關的一個男人 郭建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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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為了要穿上這個 46號尺寸的西裝 對不對 站在妳旁邊 完全都不像他了 那麼帥一個帥哥 對啊 不好意思啦 我跟你講 他真的就從一個壯漢 對 對... 對... 現在就像妳布了 對 你看 他說 妳都能保持這樣 我們怎麼能夠 妳有正面的效益對不對 真的啊 那我很開心能夠影響別人 好美喔 標會買的 對 蘭花 剛好...月中剛好標個會 趕快... 就趕快買蘭花的 我們來幾多地方要標會吧 對... 蔡英子的蘋果光 讓中女星瘋狂更新 有一些的名詞啊 也是從我們這個 蔡英子小姐身上創立的 比如說 中式的攝影師 對我好好啊 打光打得很柔 為了報答大家 就買了幾箱 那個美國大蘋果 請大家吃 後來更嚴重了 那個蘋果光 就不再是打定了 我還記得那個 為什麼我們兩個女人是... 是你做電視上面 跟有特殊關係的 我在踏入這個行業 那麼第一次的外置外包節目 第一次的外置外包節目 就是小燕姐主持的大精彩 彩精蛋 對 外置外包 外置外包 所以你賺了第一桶金 賺大錢了 那時候是幫人家工作 講好了 讓別人賺了第一桶金 你也有賺啦 對不對 沒有啦 讓我成長很多 成長很多 你就是那桶金 撈一點下來給你的 沒有 那時候是因為 小燕姐那個大精彩節目 說出去太好 那麼很多節目 很多這個大客戶想上節目 上不去 那這時候我就認識了 很多大的客戶 所以才開始我後面 做電視的一個基礎 基礎 對 那娃娃這邊 娃娃是... 她我是第一個外置外包的 戲劇節目 娃娃可能都忘掉 叫 那是你啊 真的啊 我是個比較這個低調的 所以我從來不講 我們是摸摸 因為妳隱形啊 我都... 知道原來跟妳有... 妳知道 我們都被她幕後操縱了 對啊 拚命的做... 拚命的做 做牛做馬路一樣喔 後面有人...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她很辛苦的 很辛苦 現在我想起來大精彩這個節目 在時段在禮拜一 對 禮拜一晚上 很難...很難做喔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有人外置外包 我們就說好 我們就來做 對不對 然後做了五年 對 長壽節目 那時候一家一部... 一家一部等於也是 也是我的一部電視 那是在禮拜四晚上 禮拜四晚上 叫做金獎劇場 我禮拜四錄影 之前一天晚上 睡不著背劇本 我嚇死了 第一次做電視 那比小燕姐差不多吧 小燕姐要錄大千才 前天也都不睡 對啊 真的 那個...那個很傷皮膚 真的 所以很巧喔 人生 對 所以真的很巧... 非常巧 那是緣分喔 你知道這個節目 也是郭老闆的喔 我前兩天才知道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說一定要... 一定要來 我只覺得郭老闆 我太喜歡了 對資深的美女很感興趣 從年輕就是... 從年輕就感興趣 從年輕就感興趣 我們那個時候 也不算是十八 七歲了對不對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 二十多年了 沒有 那時候已經快三十歲了 是不是 對 但我覺得郭老闆這一路來喔 其實你說從那個戲裡頭 就讓你紅了神雕俠侶對不對 神雕俠侶是... 一家一不等於二收視也很好 非常高... 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嗎 對啊... 我記得很清楚 後來慢慢就奠定她在台灣 這個一姐的這個地位 哪有 有 然後到了一代女皇 厲害啦 一代女皇是妳做的喔 不是 是 那時候是... 中式內製 中式的 中式節目 中式的 中式那時候八點檔不委外做 我記得是王世昌時期 都自己做 那為什麼因為我... 我不敢接一代女皇 我在香港打長座電話 我說 武則天他有三千面熟 我不太像啊 他們說 可以啦 你用另外一種方式 也講了我一個月才接的 我不敢接 可是你看那個時候也是造成轟動 但為什麼浴火鳳凰就是妳做的呢 那因為什麼 你知道那三台那時候 總經理都會換嘛 那換一個總經理的政策 就會不大一樣 那時候就剛好換掉了總經理嘛 然後才輪到我們做 不然我們現在可能還在外置外包 浴火鳳... 浴火鳳花了很多的精神了 很多的錢 那個...那個是 閉臉 那個還到日本去拍 還到日本去做 然後各位請看 那個戲後面的BBO 仔細瞧瞧 哈比人 海綿寶寶或者什麼 是不是都從他那裡有他的眼睛 哈利波特 這個是我們很早就有了 他是... 我以前胖的時候 其實他的造型是 而且他想像說我沒有頭髮的 那個早期的...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 真的... 對... 這個裡頭還有蕭強 對 邝明傑 戈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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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不好意思 我以為賺到了 賺到了 是電視台賺到了 電視台賺到了 那其實我在做這檔戲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從小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我覺得日本滿精緻 那台灣那時候在整個這個動畫方面 確實是做得比較粗糙一點 那早期我為什麼會到日本去 其實第一次去日本不是遇到訪 是扣世勳 我們拍貂蟾 那個董時候那個大肚子 那個大肚子 那個大肚子 好像真的一樣耶那個 對 就這個... 就這個大肚子 他喜歡蹦他肚子 會蹲蹲蹲蹲蹲 這個跟這個人一樣 那事實上 那時候你自己演就好啦 對啊 有人建議這樣 那扣子... 扣子就算了... 扣子好辛苦喔 又戴那麼多鬍子 對 因為其實我眼跟扣子 也是差不多 因為我鬍子沾一沾 肚子大大其實看不出來 對 你還不用去日本對不對 對 而且我想啊 算了 因為... 因為大家是好朋友 好朋友是第一次演古裝 第一次演古裝 對...扣子是第一次演古裝 他以前演時裝的 他以前喜歡塗那個... 而且我接著你們去日本 然後幫你們化妝的那個 就是田中千惠的爸爸 對 沒有錯 是田中千惠的爸爸 對... 第一次演古裝 第一次演古裝的 董卓這個肚子以後 我覺得日本的這個 值得我們去學習 所以在提出這個... 整個這個遇我後往的時候 我們就是娃娃那時候 要從18歲演到... 18歲嘛 我記得 年輕的時候再演到20幾歲 我常常從14歲演到老...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定裝 然後... 我們去兩趟呢 去兩趟 去兩趟 我... 第一趟是定裝嘛 第一趟學做 到新竹就算滿花錢的 真的 到高雄已經很奢侈了 對 還到日本 對啊 郭老闆 你很有錢喔 那時候很有錢 現在沒有喔 那時候確實很有錢 那時候喔 那時候確實 那時候是電視的黃金時代 錢太多了 各位 我要跟各位解出一個謎 這個Bebo啊 其實啊 是真的有... 是有人穿在... 有人在裡頭的 有人在裡面 而且不是浩浩喔 是另外一個小孩對不對 對 沒有錯... 而且他真的很熱喔 而且不是屈中恆 屈中恆也別的講說 他很熱 那時候夏天 對 這個人現在在哪裡啊 製作單位確實... 去找過對不對 其實找到他來喔 其實我們是為了對他的一個... 表示抱歉 因為他那時候還小孩子這樣 這個穿得... 因為這個... 他的通風不是那麼好 所以小孩子很辛苦 很辛苦啊 每次他拍完一場戲以後 就把它打開了 然後小孩子... 從來不講話 不叫苦 對不對 好乖... 但是我在想另一個戲演完了 他就從此斷了他的演藝之路 他不要再演啦 臉也沒露 這麼辛苦 連後面是有露到 因為大家都對People是很好奇 到底是誰 你知道嗎 所以他後面慢慢就知道 是一個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我記得他叫做 好乖啊 這小孩 少... 少華中 少華中 我記得他名字叫少華中 你在哪裡 少華中 如果現在應該是30歲左右了 他那時候演的時候 差不多7、8歲 像20...有... 差不多30...快30歲左右 我們都沒變 只有他變了 來 這裡看一下 屈中和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他現在也差不多這樣 沒有 現在不是這樣 這個時候像齊琴 對不對 很像齊琴這樣子 那時候還是少年對不對 真的 很頑皮那時候 很頑皮 據說 其實喔 大家要知道 有一些的名詞啊 也是從我們這個... 這個潘因子小姐身上創立的 比如說 對不對 對 以前沒有蘋果瓜 蘋果 那蘋果瓜是怎麼來的呢 郭老闆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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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講 你講... 不...我這個我講 因為我今天來 我怕影響收視率 你這樣多講 不要... 不要收視率不好要碰到我 因為那時候拍一代女皇的時候啊 台灣賣美國的大蘋果很貴嘛 大家都不捨得買一個很貴 那麼宗室的攝影師 對我好好啊 打光打得很柔 美美的 我就為了報答大家 就買了幾箱 那個美國大蘋果 請大家吃 結果大家都說 打蘋果光喔 要打才能吃喔 這樣所以被我蘋果光 然後湯蘭花嘛 馮寶寶再來 再來演的時候 那個蘋果光 就不再是打定了 那麼...那麼豪華 對 我還記得那馮寶寶這樣子 後面就這樣 他在前面說 這... 那個人就... 那個燈光師 對不對 很辛苦的 不過那個時候那個光 真的是從你... 真的是漂亮 真漂亮 真的是從你開始 你知道以前打亮就好了 對... 全世界亮就好了 金超群怎麼需要打光呢 現在金超群打得很美啊 蘋果光啊 爺爺是蘋果光 心情郁悶 求解脫 潘燕子也意外發現 自己的好酒量 聽說以前你們這個 晚上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酒量還不錯 非常好 真的嗎 本來不喝酒的 有段時間我心情很好 我就喝酒想喝水就要算了 誰曉得一直喝也不死 一直喝也不死 喝下去也不死 對啊 原來他自己有這個天分 連醉都沒醉這樣 對啊 其實郭老闆 娃娃那個從香港來演戲 她為什麼會在台灣 反而演得比香港多很多 以前她在一家一部 等於是楊陪陪做的 對 楊陪陪做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業務 她要開節目要經過我同意嘛 她就找一個潘燕子 然後拍完樣帶以後 我覺得奇怪這個 娃娃的這個潘燕子的聲音 怎麼怪怪的 好像實裝戲聽起來很怪 好像外星人在跟台灣的人 結果...他們不放心 沒有 不放心 不放心 不放心給我演一家一不等於二 先演一個一集的單元 叫桃花韻 宋純壽導演的 宋純壽導演 對 沒有錯... 先試試水溫 看觀眾喜不喜歡 不喜歡就拉倒了回家去 結果演出來 觀眾好喜歡 覺得我聲音很特別 我才有的接一家一不等於二 才開始了這一條電視之後 所以還有試鏡試演這回事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錯... 所以我煞得錄的前一天 都不能睡覺 其實以前小姐記得我們那年代 因為這個要演戲嘛 真的收音 聲音就是要... 就是一定要自己的 要跟扣子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聲音要很對的 找一個很奇怪的 他配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 是一直在香港講話 還有一點廣東國語嗎 我的國語又不靈光啊 不靈光啊 聲音又不是黃音出鼓 是 害我緊張的 結果導播說 你用假音講 可是這樣我不能演戲了嘛 給導播盯著我 要我練 結果後來大家都反而滿喜歡 結果人家說因為買生活化的 對 那我覺得最主要 他成功的原因 我是覺得還是自己的奴隸 那個時候他 真的很年輕 很漂亮 沒有人追嗎 郭老闆 沒有人追嗎 我是沒有追啊 別人追我不知道 不是... 人家還以為你追了 為了他去日本 弄這個... 劉小姐 我帶你去過啊 對 你也帶我去過喔 他有沒有追你 我們就是讓... 讓郭老闆再花點誠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追我嘛 郭老闆 那時候沒有人追他嗎 相信他戲這麼紅 大家一定很喜歡他吧 沒有時間嘛 對不對 對 沒有...真的沒有時間 除了攝影棚回家看見 所以你要幫他擋囉 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擋 沒有 耽誤我終身大事喔 沒有... 你也沒有擋 你這樣子講 你這樣談話節目 這就... 郭老闆 這就沒戲唱了 你要說我有擋嘛 就表示有人追 我沒有擋就沒有人追 就是沒有人追 剛剛了 這不是很醜嗎 對 戲演得這麼紅 家瑜戶曉 聽說你那時候看牙也不能看 吃東西都不能出去吃對不對 牙醫跟著... 雜貨店的人跟我說 一帶雨皇的時候 一到晚上八點 病人也沒了 買東西的人通通都沒了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只有三台嘛 一台紅的時候 幾乎都是收拾四五... 四十以上的樣子 四十幾 我記得一帶雨皇 好像最高到五十幾 六十 六十吧 六十 這是一個電視的房間 小燕 妳的節目也世人都看 我... 連我們都在化妝間看 你們是沒地方去啊 沒有啦 所以妳就只有演過中式的戲 只有耶 我一嫁給中式 現在離婚了 現在離婚了是不是 自由生 妳... 妳... 妳對... 妳沒有在想結婚喔 沒有耶 隨緣嘛 妳是說隨緣是說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的話 妳會願意嗎 如果... 如果有人真的疼我的話 現在一直都沒有人疼妳嗎 真的沒有耶 有一次喔 郭老闆 妳笑什麼 郭老闆一定要說 郭老闆要說 我跟你講 有一次喔 因為我一直來去香港 台灣嘛 自己領行李啊什麼 很辛苦 我都習慣了 有一次郭老闆來香港 接我到台灣拍戲 她還到香港來接妳啊 人家不知道啊 對啊 我知道她就住在中小東路裡面 沒來接我 在飛機場 我來 我來... 她把我離行李 我看到她的眼睛掉下來啊 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照顧過我 她很累的 她那個時候很胖啊 很累的 很累的 小姐那個 明天開始喔 要錄影的話 現在誰要說要錄影 在錄影 看你下一集啊 看你下一集敢不敢這樣 小姐如果不生氣的話 沒有關係啦 下一集 嚇壞啦 沒有 而且她是 妳出國要回到回機場的時候 我到機場去幫妳領行李 因為現在身體比較好 妳現在太瘦了 現在比較帥了 更能領了 這個更能接了是不是 可是喔 我必須 這真的是一個太大的疑問 拍了這麼久 那個時候妳從85年的一代女皇 90年一直到現在 就沒有人追嗎 還是人家來追妳都把人家... 妳都嫌人家老 我的戀愛都在鏡頭前面談完了 幕後就沒了 我每天都在攝影棚裡 對 而且要追妳喔 是不是只能40歲 感情要培養的嘛 都沒時間培養 但後來妳沒有拍 只有很多的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跟妳在一起的男人 是不是40歲 才跟妳搭配... 隨便 對 只要對我好就好了 可是應該要... 要年輕一點嘛 對不對 都可以 我覺得配音只是讓... 其實讓我們覺得喔 她好像是生來就是來拍電視的 她每天準備好 就是出來上工了 她回家了 可能把機器拆一拆啊 妳也沒有看到她在外面啊 晃蕩啊 跟朋友 真的沒有 也沒有對不對 也沒時間那時候 對 那我們還有一些 不拍戲的時候去幹嘛 過過夜生活啊 對... 我不行 因為到晚上12點 我就打陽了 眼睛就不行了 習慣了 拍戲就沒辦法熬夜 我拍一代女皇啊 最高紀錄 一個禮拜沒離開 沒有離開敞篷 日夜的 工作人員來了 到晚上 娃娃 我們走啦 我說好 我坐樓椅上 晚班的來了 娃娃你好 好 結果一直演到早上 晚班的下班了 早班的來了 娃娃 妳還在 我說是 妳在那樓椅上 會不會睡覺啦 不能睡覺 背對白 好多對白要背的 就這樣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 是早點小籠包好好吃 我都吃不下 因為沒睡覺嘛 那臉上的妝都沒卸嗎 真的很傷皮膚 花了 跟地圖一樣 就補啊 一直往上補啊 補得好厚喔 所以妳有這麼好的... 沒時間卸妝再化 所以妳有這麼好的皮膚 真是天生的耶 不過後來現在不拍了 然後我就拚命的保養 把以前傷的都補回來 補回來是不是 郭郭老闆 聽說以前你們這個 晚上出去吃飯的時候 它酒量還不錯 非常好 非常... 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我們... 拍戲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吃飯嘛 幾乎都在攝影棚 但是我們唯一 妳喔 一定會... 殺青酒... 我們只會殺青酒 那殺青酒大家就很放... 很放 放開 娃娃大概 除了我之外 一肝打死一桌人耶 真的 乾杯...他們... 真的是這樣 小姐絕對不相信喔 真的 那時候是... 讓我說酒量好的 真的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耶 真的非常好 你是天生的嗎 本來不喝酒的 有一段時間我心情很不好 那我就... 睜開眼睛 不曉得今天怎麼過 我就喝酒 我想喝死掉 算了 誰曉得一直喝也不死 一直喝也不死 喝下去也不死 還知道 原來自己有這個天分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 他連醉都沒醉 對啊 怎麼還不死呢 一直喝也不死 還走得好好喔 還發覺我這個天分 他他們說我是酒壇新秀來了 新興 結果連楊麗花也下挑戰術了 我想跟娃娃喝一下 楊麗花厲害了 她厲害啊 厲害了 大姐 結果呢 聽說她很厲害 她很厲害 最近還像小巨蛋啊演出 對啊 好棒的 今天真的是很開心看到我啊 沒有 妳看她還是一個粉紅家人 你說喔 還是潘茵粉紅 對 這是一個粉紅家人 你...很多人都會說潘茵子 也許人家在報紙上 在照片上都會覺得 我憑良心講 很多的女人年齡不到 但是她的臉相... 臉相已經到了那個年齡 因為心境很苦 對 心境很要求 郭老闆也是學妳啊 郭老闆比我厲害啊 沒有... 真的 她很奇怪 你知道嗎 一個人到了中年喔 大肚男人啊 突然之間瘦了 突然就可以這麼帥耶 對 簡直不難相信 人家說男人喔 到了一個年齡 突然瘦了 打扮起來 就是談戀愛 對 是不是啊 當然不是 我老婆會看 不要開玩笑聲一點 開玩笑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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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好高興啊 老朋友見面 謝謝 謝謝 今天小燕之夜 很高興很高興看到潘影子 在演藝圈有一些傳奇性的人物 潘影子是我們永遠的粉紅娃娃 誰也沒想到 她今天穿的是粉紅透紗的一件衣服 好漂亮 永遠像一個粉紅的娃娃 我仔細的看了她 其實從她的眼神大大的眼睛當中 我們看到了 一個女性對自己的自信 相信她的保養 不外乎生活的正常 情緒控制得宜 經常的運動 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信心 說起來 潘影子應該是我們很多女性的標竿 如果一個女人 雖然沒有老公疼 沒有兒女煩惱 其實自己可以也過得很好 如果把自己安排得很好 在別人的眼中 是不是也是一個快樂的娃娃呢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像潘影子 但是為什麼她可以你不能呢 今天我們聽到一代女皇的這首歌 這首歌說的是武則天 綜橫天下二十年 但是潘影子不止喔 綜橫演藝圈幾十年 但她仍然是我們的粉紅娃娃 我真的站在旁邊看著她 我覺得潘影子 你了不起 謝謝你來到我們節目 給我們女性帶來很多的信心 我們要向你學習 小燕之夜明天見 Umwelt波子 火車 百 particularly 任 Así Dop我